高委員請 那您也知道其實現在 就是我們政策下去說要跟這個 我們的疫情的部分要可能慢慢走向共存 但是其實在共存的過程裡面 應該是政府要先準備好快篩 準備好藥物 那這部分目前看起來就是非常的不夠 那既然蔡總統喊出來說 五月的之前要到這個一億劑 請請問一下因為還剩二十天啦 目前的訂單的狀況跟到貨的狀況 目前都有掌握嗎 有有有都陸陸續續一直進來 廠商都按照如期交貨 你現在訂單已經簽約下訂多少劑了 超過一億劑啊 簽約訂單已經簽約訂單超過一億劑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因為樓上財政委員會 審計部其實有提供我們一張表格 目前說法是說三千五百七十萬劑 是疾管署的緊急採購 所以這樣聽起來你有六七千萬劑是已經有訂了 但是還沒有在這審計部的報告上呈現嗎 可以確定的數字嗎 我沒看過他的這個報告描述的是什麼 所以我不太理解 我們現在的就是這樣 不是那可以請次長明確的告訴我說 現在目前採購的數字是多少 就是我們在 已經簽約下訂的喔 對對對 那五月底之前會到貨一億劑 會 應該 就是累計啦 因為我們現在都已經以羅斯為例嘛 我們現在 從四月二十八號每天就兩萬劑一直出去嘛 到今天都已經超過 五月底之前會到貨 會啊會啊會啊 因為今天早上看起來就是那個陳時中部長 他後面還有五千劑在這個月底之前還會再到嘛 五千萬劑在二十天內會再到貨的意思嗎 對對對對對 好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確實現在看起來是 雖然說剛剛他其實前面委員也講到 就是說各個縣市政府大家也都在喊說 其實快篩計 因為先前其實有講到高風險區 會每一次發放二十萬份 但現在看起來就是整體的量能其實是相當不夠的 那剛剛其實次長在答詢前面委員有提到說 我們目前是打算優先滿足公衛需求 那請問一下公衛需求目前一天大概是幾萬劑 公衛需求就看各縣市提報了 我們在五月四號 各縣市衛生局提報的這個公衛需求是 兩百七十四萬劑 一天是兩百 不是就是他們報回來說他需要的 我們需要 因為我是想要問的是說 目前的這個公衛需求的部分大概會 你預計大概一個月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週 你大概會有一個頻率 我們都是定期 你大概抓多少量能 沒有我們就是定期跟衛生局 因為他疫情會變化嘛 所以我們都是按照他們定期會回報說 那他庫存現在是多少 比如說現在庫存以五月五號回報 庫存在地方的公衛這邊庫存的是六十八萬 然後需要再兩百七十四萬 我們發下去三百五十萬 就是這樣在做做調控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是說如果你公衛需求優先滿足之後 那當然就是你其它是民間採購的部分 或者是實名制的部分 那現在這個問題是說你剛剛講說 一億劑在五月底之前會完成這個累計到貨嘛 那這個是主要要提供那個實名制的啦 這個部分是實名制的 那你剛剛講說優先滿足公衛需求 公衛需求是另外一塊 那你公衛需求不是應該要優先滿足 因為我們也有這個國內廠商製造的嘛 我們我剛剛提到的一億 其實只要是從國外採購進來的 國內的產能現在目前是 那國內也有自己的 現在是一千兩百八十萬是不是 對 我們現在我們提到的那個 公衛需求的多數齁 我們都是用國內的廠牌的去提供滿足 對 那一個月產能現在是一千兩百八十萬劑 他持續在提升 持續在提升 那你現在目標是要提升到什麼 目標就是到一千 如果要靠這個部分來滿足的話 一個月就是讓他能夠到一千萬劑 一個月到一千萬劑 一千萬劑以上 我覺得這個部分想要請教 因為你剛剛講說 一億劑會在二十天內完成這個蔡總統的目標 那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快篩一個藥局七十八份 然後民眾有時候會大排場 或甚至撲空的狀況 這樣聽起來 下個禮拜可以緩解嗎 你現在有盤點過這些 不用搶啦 就是不需要搶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下個禮拜一定不用 因為我們一定會第一輪 先讓大家都至少 我們用那個實名制的目的 就是說不要囤積 以人為單位 每個人都可以 所以先買得到 因為其實每個人 就是不會想要去囤積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就是真的是 現在是完全不夠 所以你們想的囤積已經是夠了之後 對 也不用擔心去搶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有一些是公規需求 現在已經在搶了 你如果是確診的 我們就一定會發給你嘛 然後有居隔的你的居家 現在的居隔對象也會 現在很多其實是工作企業 他們會要求他們的人工 可能也需要打 所以企業也需要去買 那民眾可能也需要去 我們另外 我們在這個國產的部分 我們是用定額 徵用的部分 不是全部徵用 所以他還是可以 循市場機制去購買 我希望說次長這邊 如果今天講的這麼積極樂觀說 五月底之前會到 或一億劑的這個部分 是否這個實名制 那我想請教 你現在是一天 你是78份 一個藥局78份 乘以多少藥局多少 你預計下一波的實名制 會增加多少量 可以增加一倍 兩倍嗎 沒有就是固定 我們現在就是固定 每天就是兩百萬劑 現在問題就是 民眾要買買不到啊 你78份一個藥局 一天78份 這件事情 民眾現在是會撲空嘛 那你沒有打算要增加嗎 還是說要怎麼做 因為隨著時間 大家就會滿足 還是說可以像之前 口罩實名制一樣 可以開放更多通路呢 不會再回籠了嘛 已經 買到的就不會再回籠了 買到不會 買到可能還是會回籠 因為買到他可能是一個持續性長期的需求 他並不會說 因為今天買到他下來是不用買的 第一輪 剛剛提到到五月中的時候 會先走完第一輪嘛 就是希望說 讓大家先都買得到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可以盡快緩解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今天都在問 關注這個問題 表示我們真的收到很多民怨 最後一個小小的陳情就是 你們現在有放一個那個 家用快篩的藥局的地圖 這個地圖呢 其實很多的民眾在上面 我希望你們去看一下他的那個 就是評論啦 很多網友都講到說很多人是 看了系統說有 就他衝到現場之後 就發現又買不到 或者是說他可能這個系統說他開賣的時間 跟他實際到場的時候已經賣完了 所以這個部分要怎麼樣 我知道現在其實藥局都很辛苦 但是我們既然提供這樣子一個地圖的資訊給民眾 那民眾應該要根據這個地圖可以節省他的時間 或者是避免剛剛前面講的台隊撲空的現象 這個請市長回去幫我們看一下 目前看起來衛福部是有四個地圖公開給大家使用 那請去研究一下這個資訊怎麼樣可以跟實際上是符合的 好不好 謝謝市長謝謝主席 謝謝 好我們謝謝高委員 謝謝市長 接下來我們請邱審志委員 行長 好謝謝主席有請我們 陳審記長還有我們衛福部疾管署 現在應該是周組長嗎還是張副署長還在嗎 周組長 好 委員好 兩位好 我想剛剛其實很多委員都有在關切 因為今天其實大家就是對於我們的這一次 各個政府機關在採購快篩試劑的時候有許多的亂象 其實大家都有提出了許多的問題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其實有看到 就是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目前呢機關署的緊急採購 就是共採購的部分是三千五百七十萬劑 那這裡的話我就想說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蔡英文總統他其實在 我們先前的新聞上面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五月是要到貨一億劑的快篩 那想請教一下這個一億劑指的是五月底前要到貨 那有沒有包含在審計部報告裡的 這一個九個中央部會還有九個地方政府 辦理採購十億元的這一些相關的契約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疾管署 那個衛福部的 欸剛剛不是有請疾管署上來嗎 衛福部的採購 採購的那個秘書處的處長 所以周處長沒辦法回答 好委員好 你好 欸剛剛已經問問題了 就是你現在五月要到貨的這個一億劑的快篩 那現在目前衛福部今天我們看到 機關署在報告裡寫到的是 目前總共採購三千五百七十萬劑 有在第四張表的部分 對那請教一下五月底前 將到貨一億劑的快篩 目前的部分 在這個九個中央部會 跟九個地方政府辦理的採購裡面 他是有包含在這裡面的共同採購契約嗎 是已經有包含在裡面 還是說蔡總統講的是 額外另外再用一億劑 額外的這個共同供應契約是沒有包括的 沒有包括那現在這一億劑的部分 目前是五月三十一號 現在只剩大概二十天嘛 是 所以那這二十天內要到貨一億劑 目前已經下定多少了 目前下定有兩億是 將近兩億三千多萬劑 兩億三千多萬劑 那為什麼今天審計部的報告裡 都沒有提到 因為我們的部分還有一些是徵用的 不管是徵用或者是採購 應該都會在審計部今天的報告裡面 是在緊急採購案裡面相關的吧 你怎麼會審計部的報告 今天要報告這個 政府機關採購快篩試劑的辦理情形 可是你們都沒有包進來呢 你剛剛說有兩億三千萬嘛 審計長有聽到嗎 有 所以你們在今天送到立法院做這個報告之前 衛福部、疾管署都沒有跟你們講到說 已經採購兩億三千萬劑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嗎 要報告出來以前 大概我們了解到的就是我們的 報告出來以前 但是你的報告寫到是統計到5月4號耶 所以你的意思是告訴我說 5月5號到現在才短短幾天的時間內 你多了兩億三千萬劑的採購 採購報告委員 當時因為可能在大院要來 今天的專案報告裡面 大概是針對緊急採購高燈的這一塊比較多 所以我們提供給主計總處 沒有啦 沒有人說要緊急採購高燈的部分比較多 這裡面全部都有啊 這裡是所有的泰伯、亞培、柏林附警都在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徵用的部分沒有含上去 可是徵用也算是我們的政府共同 就是機關採購的快菜試劑吧 所以你怎麼會不報上來呢 讓省村長這個報告不完整 所以我現在跟委員口頭補充嘛 我們大概徵用的部分 大概在羅氏的部分有1億9千5百萬劑 那亞培還有5千萬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問題喔 今天你們都知道 省記長衛福部你們都知道 要來立法院報告政府機關採購的進度 那你說什麼就是報告出來要準備之前 他們還沒有報 但問題是到今天早上之前報告都可以改啊 我拿到這報告也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紙本啊 所以有什麼道理你多了這2億3千萬劑 不能夠讓我們再事先看到委員看到書面報告呢 再來你剛剛講的2億3千萬劑 你說1億9千萬是羅氏 對 然後還有另外的呢 亞培5千萬 亞培5千萬 就只有這兩家 對 啊這樣加起來是2千4百萬 對將近 呃將近對 你看所以我現在沒有書面報告 我變成是數字在用喊的 那再來就是 因為在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是有提到各個機關 就是這邊列的9加9 其實已經有10億的決標金額 那你剛剛講的這2億 呃將近4千萬劑 你的決標金額又是多少 這都是我們今天希望在報告上看到的啊 主席我跟你就是幫你喊冤一下 你看審計部做報告沒有完整啊 那你這2億快4千萬劑的決標金額又是多少 委員現在指的是副表一嗎 副表一 呃對是副表一是你的報告的 這個提供的審計長的審計報告裡的報告的表格嘛 但是這個是我們現在拿到報告已知的情況 我現在在問的是你剛剛給我的一個新的資訊告訴我 我們的疾管署已經採購了2千 2億4千萬劑的疫苗 1億9是羅氏 然後5千萬是這個亞培 好那這個部分的決標金額是多少 呃羅氏的我記得應該有137億 那亞培的就是95乘5圈好像47吧還是多少 好所以我覺得這麼重要的資訊可不可以就是明確的 看起來是還沒有同步進行啦 審計長這個可以麻煩你 對你們的報告今天就是沒有寫完整這個資訊 所以變成是我們今天財政委員會走到現在才問出來說 還有這麼多的其他採購 其實根本今天在立法院報告上是沒有被看到的 所以可不可以麻煩就是 審計長報告的部分請跟衛福部一起把這個部分補起來 那最後2億4千萬劑現在是什麼時候決標的 什麼時候會到貨 2億4千萬劑大概 其中羅氏的我們大概5月底會到3千萬 6月15號會到2千 不是這樣5月底前要到貨1億劑嗎 對對對我現在要說 月底的話大概會到1億2左右 月底到1億2但是你剛剛說羅氏在月底之前只到貨幾千萬 沒有剛剛說亞培5千萬的部分是5月底到貨3千 6月15到底到貨是2千 那羅氏的話到月底的話將近大概有6千5左右 對 所以你的意思說一個6千5百萬一個大概3千萬加起來會1億 還有我緊急採購的3千570 這個是你有列在報告裡面的部分 對對對 那這個是主要是否持名字 還有公共衛生 還有地方政府的 我們為什麼今天要這麼關心這麼多的數據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希望儘快緩解地方上這些快篩缺貨的問題 那所以剛剛聽起來就是說如果佔造這個採購正常的到貨程序的話 應該是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是這樣子嗎 您的就是信心度是OK的吧 對 是的 到貨會準時到貨 那我覺得這資訊很好 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寫在報告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因為如果你講說政府已經採購到2億4千萬劑 而且到貨的時程都已經很確定的話 麻煩以後就是對立法院的報告 就算說你今天前一天要改報告 我想這個招委對於我們新的報告的內容 應該都能夠提供給委員們問證監督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這個祭你們籌一啦 就報告沒有寫好 那麻煩一週內可以把這些剛剛講的數字 麻煩審議長把這報告重新再把表格重新再提供給我們 好不好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 請把相關訊息補充回覆 接下來質詢請 我們orean幾年記得 我們有條 predicted 謝謝市長 大家好 我們願意記得